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假如假生與乙生 體質相當 跑步時 每單位時間所消耗的能量 與行進速率的關係 這是消耗的能量 單位時間消耗能量 這是行進速率的 它關係這樣子 這個是我隨便大概畫一下 這個就是說速率是2公尺每秒的話 它這裡大概是3 這裡3的話就是說 每分鐘它會消耗 3000卡 3000交耳的能量 你如果跑步的速率 是4公尺每秒的話 它每分鐘 是12000卡 就是12000卡每分 它消耗的能量 現在他說 某一天測量800公尺 這個L4等於800公尺 測量800公尺的時候 這個假生 前半層 先移6公尺每秒 這個假生 前半層是6公尺每秒 快跑前進 後半層 後半層的話 是2公尺每秒 是2公尺每秒 這個我都把它畫在上面 而乙生全程 乙生全程 都是4公尺每秒 在前進 所以 則對於全程而言 我們看第一小 假生 所消耗的總能量 假生 所消耗的總能量 約是乙生的幾倍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假生 假生的話 他前半層的話 6公尺每秒 前半層的話 前半層的話 多少時間 假生前半層的話 的時間 就是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800公尺 他除以6 等於 三分之400 三分之400秒 那我把它畫成分鐘 因為這裡的話 它是每分鐘 消耗多少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是 3乘以60 凹是400 把這個再給他除以60 那這單位就是分鐘 別掉 23得6 20 所以這個是 9分之20分鐘 三分之200 好 那前半層呢 假生消耗的能量 是多少 1-1 前半層消耗的能量 就是等於那個 因為他疏離是6 6的話 每分鐘30卡 誒 花了幾分鐘 花了9分之20分鐘 這是 三一得三 三三得九 三分之200 千交耳 好 那後半層的話 後半層的話 這是T 後半層花了時間 後半層它兩公尺每秒 所以是400 哦不對 前半層這只有400而已 所以是一半 這應該是2 2的話 所以這應該是2 那這應該是10 那這應該是10 所以這應該一半 九分之10 所以這應該一半 九分之10 這三分之100 好 前半層 它消耗的能量是三分之100 後半層它花了多少時間呢 哦 400 那除以2 這個段 這個是等於 我這是假 不以2 假2 這是等於200 200 200秒 那200秒是等於多少 六十分之200 二三得六 二一得 三分之10分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後半層 假身消耗多少能量呢 好 後半層的話呢 這兩公尺每秒吧 每秒 每分鐘消耗的三卡路 三 乘以多少 花了三分之10秒 欸 三分之10分 欸 所以這個 是等於 三分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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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把它加起來 一假 假身 消耗的能量的話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 三分之130 千交耗 好 這樣我們看到乙生的 乙生的話 乙生的話呢 他全程都用四公尺每秒 所以他花了多少時間呢 乙生花的時間 是800 除以4 所以是200 200秒 200秒 那200秒的話呢 就是等於多少呢 三分之10 三分之10分嘛 好 就剛剛算了 好 那這樣乙以的話 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那個 嗯 他是四公尺每秒的話 他每分鐘消耗呢 十二千交 就十二 乘以多少 三分之多少呢 三分之10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四百 等於是 四百 哎呀 哎呀 他是四十 三四十 四十 啊 所以我就曉得說 所以這個人啦 這個是一甲 這個是 三分之 一百三十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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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十二 十二分之十三 哦 就是 假消耗的能量 比 消耗的能量 是十三 比十二 所以 這一題 應該要選C 這是第一小題 好 第一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假生平均每單位時間所消耗的能量 約為以生多少倍 好 那我們看看呢 這個 這個我們叫P號 假生喔 就是單位時間 單位時間我叫做 那個每分鐘啦 每分鐘消耗的能量是多少 這是一甲 那除以呢 消耗多少時間 消耗的這個 這麼多的時間 嗯 T假1 T假2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嗯 T假 T假 這一甲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嗯 等於多少呢 一甲是三分之一百三 三分之一百三尺 那這時間 時間算出來 齁 時間算出來的話 齁 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T假 這等於九分多少呢 這十啊 十加多少 加三十 齁 三三得九 十加三就是十 九分之四十 所以九分之四十 九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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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得九 那這樣的話呢 是等於四分之三十九 這四分之三十九 那這個P儀呢 那這個P儀呢 P儀齁 齁 就是呢 四十 啊 除以多少時間 除以齁 呃 這麼多的時間 除以三分之十 四十 所以這個到 十二 P儀是十二 好 那我就P儀齁齁 除以P儀齁 好 這P儀齁齁 除以P儀 是十二嘛 三一三 三三得九 所以是十六分之十三 所以是十六分之十三 所以第二小題是十六分之十三 所以第二小題 應該要選A 第二小題呢 應該要選A